画面上是仁爱区崇文里里名活动中心 每天下午的桌球活动时间 吸引许多在地民众来运动 说到打桌球的快乐 球友说不但退休生活有了重心 更是保持健康与活力的秘诀 第二个他这个缓运靠缓运 比较不会痴呆症 可以运动学一个循环 好处很多 感觉很好 是我们第二个兴趣就对了 因为以前在公司很繁忙 还是有时候打打球 可是一退休下来的话 不知道怎么来这边跟与球交友 跟大家一些球技 切桌球技 脚步也在很好 也帮我们身 以前我身体很胖 将近100公斤 现在已经慢慢瘦了 将近81 80号这样 对了 生活比较正常 担任桌球委员会主委的 市议员曾继妍 为了将桌球运动推广到社区 与崇文里携手合作 活化里名活动中心的空间 打造成设备完善的桌球运动场地 造福在地民众 我大概从国中一年级二年级都在打桌球 出设备以后 也当了我们基隆市座委会的主委 我想就是利用大概李明慧堂平常闲置的空间 然后再来构置一下桌球设备 然后让这些长者乐爱桌球的朋友 有运动的草地 首先要先感谢我们曾继妍曾议员 他在去年度的时候 帮我们崇文里争取到那么好的桌球设备 还有场地的重新整理过 在这边也非常感谢他大力的推动 基隆市的桌球 然后也在这边希望 让群世的李明能够来崇文里这边打桌球 然后健康做运动 我想桌球的运动应该是从国小 甚至到幼稚园国小 一直到八十几岁的长者都适合 我想基隆市是个多余的都市城市 大家都知道 我想桌球运动就仅限在室内 那基隆市来发展桌球的运动是非常的好 桌球的运动也能替这些长者 带来一些反应 一些身体的动作 一些脚步的硬朗 都非常非常有帮助 桌球委员会主委 市议员曾继妍强调 桌球运动老少嫌疑 又是室内的运动 他认为对于经常下雨的基隆来说 相当适合推广 未来会持续努力找寻适合的场地 让桌球运动深入社区 也向下扎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